第一个知诚 诚到了极处啊 诚是真的 没有一丝毫的虚假 这个是真心 对一切人 对一切无 都要用一个真诚之心 决定不起人 也许诚是认为 我要用这个真心的 诚心的 我什么死都办不通吧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是你过去身中 修财不识带来的 你命里特有的 你真诚心 你今天做生意赚这么多钱 你用尽欺骗手段 你今天还是赚了这么多 不赠不解 那又何苦无去骗人呢 没有这个必要嘛 所以故人才说 君子落得做个君子 小人 与你让我做了小人 这是你命里头注定的 越赢越做莫非前天 与用心没有关系 你用真心 你今天得的这么多 你用假心 得的还是这么多 不相干吧 可是你用真心呢 你能成佛 你用假心呢 你要多三处 这个愿望啊 所以 待人介物 要用真诚 不要学习 这是 学佛 成佛的基础 根本 这是 菩提心的本体 本体就是 支撑